好 开发测试运为网工 这里面内容又非常的多 我们先大致简单聊一聊 就是说原来的网络工程师 现在其实陆航的薪资也慢慢的低起来了 像原来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网工里面 它比较值钱的叫CCI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现在是华为认证的网络工程师叫HCCIE 大概入行的薪资 你拿下这个账之后才一万多块钱 这个确实比较一般般 主要原因是各种各样的设备 都被那些个厂商那些个人全给垄断了 你基本上得学他的 然后目前来讲 就是网工的工作薪资不是很高 好吧 那么第二个叫运维 运维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 今天来的有没有你们现在做运维的 有没有 有吗 好运维呢 运维是这样 大家听我说 运维就是日常你 我们理解的运维 大多数的时候是日常你管管机器 然后管管公司的内部网络 管管公司的分组 这种的运维 目前的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主要原因呢 现在是好多被什么东西给替代了呢 自动化运维 知道吧 就运维这块呢 大多数是被自动化运维 替代了 那自动化运维是怎么完成的呢 程序有而写的自动化的程序 所以运维呢 如果想好好发展 学编程 做开发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运维呢 前途不大 还有一个啊 就运维有大 有大多数 有目前就有几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我告诉大家 这个有什么方向呢 第一个 云 你要拥抱云 云原生的运维 听懂了吧 第二个呢 是大数据 就是大数据的运维 第三个呢 是 DevOps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运维开发一体化 好吧 它叫做 Development Operations 就是开发和运维的一体化 这个呢 你要学会怎么去维护这个环境 当然你如果能写一些自动化的工具 那是最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呢 叫做安全运维 操 大家听我说 如果你是运维 还想沿着运维的方向发展 朝这几个方向走 听懂了吗 如果你不朝这几个方向走 你只是 公司里普普通通装装机器的那个运维 那个完蛋了 原来你像 拿阿里的这个某一个项目组来举例子 他们原来做阿里云的时候 运维阿里云的时候 最开始大概是 二百多个运维 专门做运维的 后来现在是多少 不到十个 为什么 全被自动化的程序给替代了 那谁来做的这个程序啊 就是开发 接下来我们聊这个测试 那测试是非常容易入行的 入行容易 薪资略低 比如说啊 你们 你们这个这个 小弟弟小妹妹有没有 是吧 然后呢学历不太好 然后呢 也不是学IT专业的 但是学开发呢 他比较吃力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学什么呢 可以考虑学测试 测试入行是比较容易的 嗯 薪资略低一点点 普遍的薪资略低一点点 那么什么样的薪资会略高一些呢 到大厂去做自动化测试 但是所谓的自动化测试呢 其实就是测试开发 简单说你要编程序啊 编程序才可以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测试管理啊 那么 以前呢 咱们有一个测试老师 她是一个美女 然后35岁 大专生 呃 做测试开发和测试管理的工作 年薪是在100万到150万之间 啊 在汽车之家 这是很牛叉的 好吧 嗯 很幸福 测试的工作略低在哪方面 略低在哪方面 我有点没听懂啊 来聊开发 我们重点来聊开发 那么开发呢 呃 是整个 这个四个方向里面呢 薪资拿的最高的 但是开发呢 本身有富养好多好多 系的门类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呃 比如说 前端 是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 后端 移动端 是吧 好 我们一带点说 就是说 呃 所谓的前端呢 往往指的是网页端啊 这时候我们用的语言呢 多数都是js OK 然后呢 后端呢 这个呢 就是用的语言呢 就花八门了 这时候可以用什么呢 用 Python 用Java 用 Golong 少部分用PHP 还有csharp 目前这几个用的是最多的 那移动端是什么东西啊 移动端呢 就是 我们俗称的安卓 还有呢 呃 这个ls 也就是我们用的语言呢 大概是swift 或者是什么呢 OC啊 那么 另外呢 还有签书室相关 啊 签书室相关 这个时候呢 大概用的是c 汇编 当然还有一部分呢 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呃 大数据相关 好 那么大数据相关 这时候主要用的是什么 呃 Java 然后 Python 当然也可以用Golong 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是 AI相关 这个呢 Java Python 这个用的是最多的 少部分 C加加 嗯 等等 好了 这个开发端呢 应该是最多 呃 我刚才说了 就游戏是吧 游戏相关 这部分主要是Java C加加 那么游戏的前端呢 主要是 C Sharp 还有JS啊 等等 好了 嗯 这是开发相关的 呃 我觉得呢 很多同学呢 可能在选择就业的时候呢 就在这里头 然后 呃 听这个说一嘴 听那个说一嘴 呃 然后就在这 犹豫来犹豫去 我到底选哪个方向啊 来有这种疑问的 给老师口译 好吧 嗯 想问 对 够浪 说得很对啊 嗯 那听我说啊 嗯 有点久 对 呃 我不知道你们 现在选的什么样的方向 我把这些方向的特点呢 我简单 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那么首先第一点 你们记住啊 就是前端 和移动端 呃 这块呢 就是他们的 难度 其实要 相对来说 比后端 稍微简单一些 呃 比前端式啊 比什么 比什么AI 比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大数据等等 稍微简单一些 但实际上呢 它是很烦的一个 很繁琐的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没有 就是做前端的呢 呃 现在招一个优秀的前端啊 也不好招 很多很多大厂 好多前端的岗位都招不着 呃 那我说的低的意思 不是说你们想弄的那么的低 你像北京一个优秀的前端 顶级的前端啊 包括顶级的移动端 听懂了吧 大概拿到的薪资是什么样子的呢 三万五到四万五之间 那也就是说四十万到五十万左右 四五十万的水平 这是顶级的 呃 很少有超过这个水平的 你干了很多很多年之后 如果你的机遇还可以的话 大概你就拿这种心思了 这种心思是不是听上去还可以啊 嗯 这是直播吗啊 这可以是 嗯 甚至我对 算法刚说一样 我一会再专门跟你说 慢慢慢慢说啊 因为这里面细分点确实比较多啊 年轻八十这么难吗 年轻八十如果纯做前端和移动端 是比较难的 相当难 嗯 四年抖音啊 前端六十对 也就是抖音 大概给的前端 薪资会比较高一些 嗯 然后呢 这个 嗯 游戏 我们说游戏 说游戏啊 就是游戏呢 主要分前端 就是游戏的前端 游戏的前端呢 主要是 呃 我们去做那个那个那个 脚本的 写 用来用来用 呃 写脚本 那么这游戏的前端 一般用的是 C-S 呃 或者是GS 好吧 这两个用的是最多的 游戏的后端用什么呀 游戏后端是 勾浪 目前勾浪呢 用的挺多的 而且越来越多 因为呃 做游戏的人呢 他对那这个各种各样的架构啊 或者说 呃 各种各样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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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层面的知识啊 他不是很关注 他主要是说 好用 呃 然后 起来就能跑 然后那个呃 支持的并发量还不错 OK 这时候勾浪比较适合啊 所以勾浪的越来越多 那么在之前呢 Java用的是 也是呃 最多的 好吧 呃 CIA加呢 是一部分 OK 大概以前啊 Java大概在占90% 就是服务端 然后呢 CIA加大概占10% 目前勾浪越来越多啊 但是目前来讲 Java还是最多 听懂了吧 嗯 然后我们讲后端 后端这块呢 是这样的 那个 呃 如果单纯的 你只会CIOD 啊 那你可能拿到的薪资 可能还不如前端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顶级的薪资 听懂了吧 我再说一遍啊 如果你只是会CIOD 嗯 就是别人给我点业务 然后我就 70块钱给他实现了 就会有点事 我跟你说 你可能还不如 前端人家顶级的薪资 拿得高 但是后端呢 好处在于什么呢 他可以往后 往往往发展 明白吧 就是他往后发展的时候呢 大概 比较 薪资比较高的是 架构师 那么在这个架构师的时候呢 一般他架构师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叫技术架构师 第二个层次呢 叫业务架构师 其实还有第三个层次 叫解决方案架构师 但是无所谓 一般来说呢 你到技术 加业务架构师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的薪资 就已经百万以上的水平了 差不多要到百万以上水平 所以呢 后端呢 它的发展性 其实要比前端要好一些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当然还有什么大数据架构师 对 其实技术架构师里面 有后端架构师 大数据架构师 这个我就不专门写了 前端要架构师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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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端也有 嗯 OK 云维架构师 云维构构师的话 多数指的是云元生 嗯 我那些公司都是15到20 可以想着架构师 架构师这词呢 它本身 现在叫的有点 不是很 不是很精确 国内很多那个 把那个高级成员啊 也叫架构师 明白吧 所以呢 这个 你不用纠结它的那个叫法啊 就是当你从落地的方向 从落地 慢慢从落地 转向去做设计 去做结构的时候 你就可以称之为自己是架构师了 能理解的意思吗 嗯 叫我这一 985清美的概率差不多 两回事啊 不是一个概念 嗯 安全架构师 确实有啊 安全架构师 薪资也贼高贼高 嗯 那个 我知道的 你像咱们讲安全的杨老师 他是在华为 他的薪资就在百万以上 当然他的水平就非常高了 嗯 高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就那个圆码级的漏洞 操作系统 圆码级的漏洞 大概呢 你是要做到那个 windows的这种脱壳 逆项 当然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说多了 这直播间可能关了 嗯 请问有这么多需求吧 对 我觉得那个 Murphy 他提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他就说请问有什么需求吗 大家听我说啊 就是这里面呢 嗯 有的岗位 他的薪资确实很高很高 但是呢 他的需求量比较小 就是他比较窄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 你想在测试行业 你想拿到很好的薪资 说50万以上的薪资 其实呢 这种岗位就非常的少了 明白吧 所以说他就普遍偏低 有一些特殊的岗的比较高 啊 那么 呃 还有呢 你像这个安全方向 安全方向呢 其实目前是很多大厂需要 小厂其实没这个没这个需求 小厂很多呢 就把安全交给谁了 交给那个云环境了 就是大厂的云环境 明白吧 所以说呢 呃 呃 如果从那个需求量的角度下 考虑的话 那后端一定是最多的 是赤峰法 词 您能够有点好什么 真的是 无论 您可以 我们来说 能够购乱 对 我